推動國際教育在地化 加以市的三省國社在23號基盤 集團專校成的國際教育 在生意教學沖關華東 向生意學習結合在中秋節 透過原判和儲美的沖關設計 用畫畫柯定類將提醒到小孩 在生化上的營養應用 將會到小孩未來的競爭 三省國社中秋執行 生意沖關天入華東 好好先安排有何集的老師 用英文來介紹到中秋節的由來 還有說明音效發展目標意義 進一步還來安排 結合到中秋應景主題 和環保音效地執行後的沖關關卡 今晚先說完成挑戰 在當領著維尼的大招一張 等到華東的海埔 又在協助紀念 讓參加華東今晚 不可以學到音效教育 更可以知道如何用英文來表達 最主要是讓孩子呢 能夠透過中秋節的體驗呢 來學習呢 雙魚 另外呢 透過了我們的五個 五個傳觀活動 來讓孩子學到最終的目的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 這一次的五個關卡呢 有三個關卡 是跟健康有關的 是永續發展目標 三玉兔跳跳樂 以及呢 中秋節烤肉 紅綠燈 和中秋節的活動 另外呢 我們也重視了海洋教育 永續發展目標 十四的海洋生態保護 中秋節烤熱 另外呢 我們也透過活動呢 能夠應用在實際的生活情境 讓我們十二年國教的 學習綱領呢 能夠有更多的創新教學 感謝呢 市政府對雙魚教育的重視 也謝謝家長會 張元宣會長 以及所帶領的家長會呢 能夠支持 相信國小時間以至 國際共有行政支援中心的學校 在去年已經在這座 共有報第一次 本土共有推電共現象 還有第一次 台灣英修共有獎的輸贏 今年結合到中秋節 安排警察都外的 相義課程重新活動 來向父母 相義體驗的學習 背後的共有意義 是希望讓孩子能夠透過活動 學習影響發展目標的 勝負太多 也在六十多國際共有 本土化的目標 西新新聞 杜甯孫王小山 各位次 蔡宏保德 洛華 警告